是 田首逸 我是真佩服你啊 龙潭虎穴你也敢闯 站住 他妈没举后过 滚蛋 肖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变你了 信 那咋可能不信呢 离现在打死我 那不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简单呢 可是那咱我要是死咯 那第二个情报 你就要到棺材里去找咯 这 不是 你这怎么又出了个第二个情报 这什么呀 对不起了 陈团长 第二个情报你要拿钱来换 一百五十块大呀 我说陈团长 你这个人的息子真够大的 到啥子时候呢 你还给我讨价还价 你就不担心你那些宝贝 再不行动 傅志龙就要跟你搬光了咋 好 咋骂 叔弟们 给我快快地打 让千万不能输给指导人 快 挡住了 怎么办 跑 跑啊 老子才不跟陈恶力做命的 跑 快跑 快跑 跑 跑 大老别追了 站起时间 带晕带药 上水 连长 你看 你看 真是一份大礼啊 连长 怎么样 外伙都安顿好了 那帮伪军啊 可这么近打 还没放一枪呢 全跑了 就是他们长官呢 跑得更快 早就没赢了 陈可丽啊 让这帮孙子 给他开军火库 那简直就是白送给咱 陈可丽投了鬼子 不少手下敢怒不敢言 哪还有肯为他卖命呢 兄弟们 咱们啊 看什么东西好 就尽可能地拿 拿不了了 一会儿全都给他烧了 好 来 这东西可挣不得啊 拿好了 连长 这 这啥玩意儿啊 这个叫做超清型砍击炮 纯日式装备 肯定是小鬼子 专门配给陈可丽的 连长 那这就是支弹筒吧 以前跟小鬼子交手的时候 那机枪打一阵就换地方 那隔了好几百米 支弹筒的炮弹就炸过来了 对 这就是支弹筒 太好了 早就想搅在这玩意儿了 基本没想在那儿改上了 带着带着带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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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好东西 咱们撤 走走走走 大龙 多拿点 多拿点 你就拿俩桶嘛 你是不是傻呀 傻溜 哪吵 你别胡说八道 那我对皇军 八道 你吃 在这儿不要哭 傅子龙敢抢国军的东西 你他们笑什么你笑 你 打我做辣子吧 我说陈团长就要怪你自己的 你刚才说你要效忠皇军 拉傅子龙对你动手 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 怎么样 顺势不小吧 你怎么知道的 陈团长 我不是 在八路居那儿住过几天了 头听来听 那你这第二个情报 到底他们是什么呀 对不起了 陈团长 第二个情报 谋的钱我是不会开口的 都到这个地方了 犹不得理了啊 我晓得呀 那肯定是犹不得理 喂 喂 快点 陈团长 所以我跟阎王爷说好了 陈团长要是不待见我 那我就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 你甭他们拿这个吓唬我 手都没拉出来 你命就没了 陈团长 我晓得下不住的 我的小命呢不值钱 可我这第二个情报 可值钱咯 它能保证你神官发财 你现在杀了我 拉 李帕斯要到阎王爷那儿去打听喽 你要一百五十块大洋 对头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呀 陈团长 军火库的事情 你还没多学乖呀 行 一百五十大洋我给你 你把这第二个情报告诉我吧 陈团长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 你不要骗我啥 我现在把情报给你 我还走得出你的大门呢 你要是真心诚意想买我的情报 那你把钱准备好 明天找个地方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就不必老家陈团长亲自前往了 他来都可以了 也不必留我吃饭了 我们明天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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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 龙 田 手艺 早晚要弄死你们 这是榴弹啊 这是榴弹啊 这玩意要是投手榴弹 应该也行吧 这 这陈可丽的军火库啊 也就解个燃眉知己 等探出鬼子的军火库为止 我弄它是个疤 连长 班哥 什么 连长 天大叔昨天下午就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知道了 去吧 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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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块串 这边是错 六七八 九 菠萨 追不住了 你再挪到地上 挪到地上 这字写得不 打开盖盘 把钱放进去 到庙外等半个小时 净净 净净 快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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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上当了吧 这老天 这有两下子 啥出拿走的钱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干净利索 田大叔啊 干得漂亮 副连长 我这次可是离了大公地 为了你们我连汉奸的骂名都背道喽 你咋够就说了一句你毛的下文呢 下文 你还要我说什么 你还要说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啊 这是一百五十块那样 我分文毛洞 你赶快告诉我 我的儿子在哪儿啊 田大叔 你儿子好好的 他又跑不了 再说了 咱们这行动 刚完成了一半 还没全完成呢 我现在都忙得脱不开身了 你现在就找我结账 是不是 你这样 我跟你保证 等这次行动一完成 我马上带你见你儿子 真的 当然 我是副连长 这次行动咋还没得结束啊 刚开个头 大戏还没开眼呢 这个臭小子 怕是又要哄老子去打仗吧 老子再不上你的当了 怎么了 哎呦 副连长我这个肚子疤 不晓得这一天老是痛啊 哎呦这样子的话 我怕是不能参加你们的行动了 哎呦真是年龄大了 所以说不饶人哪 蓝翔 那过两天的行动 你就别参加了 他的事在编剧队 训练新病 真的 真的就不用参加了呢 是啊 你肚子都疼成这样了 我哪忍心再让你打仗 谢了 服连长新好啊 那我就回去了 哎呀 哎呀 啊 你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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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骗到老子去打仗 狗子 老子再也不会上你的当 你和那个甜手艺之间 有特殊的联络暗号吗 为什么这上面有很多记 我看不明白 哦 佳坤哥下 这个甜手艺啊文化不高 您看不懂文字啊 肯定是他写的错别字 至于信里边的意思呢 属下是明白的 那你说说 这情报到底是什么 信里边的意思是说 傅子龙俘虏了一个日本人 和他的老婆 过两天啊 要送个小西口 好 老婆 请 娘子 请 夫人 请 老婆 老婆 请坐 夫人 请 连长 咱 那 那个甜手艺又没去训练场 她又闹什么妙格子 她帮小凤嫂子干农活去了 干 她不去训练场训练战事呢 有个人干农活 你走 你走 你带我去看看你 干仔细点 到底会不会干农活啊 那都是收场 老吹牛 老吹牛 说自己啥都会干 小凤嫂子 来 小凤又不是不晓得 我是四川人 我们那儿啊 就不种这个东西 再再说喽 老子在布的头 待了十几年了 冷活都神熟喽 我说小凤啊 你说这种的吧 还找得了 搞得那么细 又啥子用啊 我们柳家庄干活 就这么利索 你要能干就干 不能干呀 我来 你不动 你不动 你就坐在那儿啊 看着我干 早点把我的鞋底拉好 我这个鞋呀 也快破了 换手心的 谁给你纳的鞋底啊 我这是给八路军战士 纳的鞋底 小凤啊 你说咱们两个 算不算是男跟女职啊 谁给你男跟女职啊 瞧 说话说 大是亲 骂是爱 你心头是这样想的 你就是不说 小凤啊 带水没得 渴得很 懒驴上磨 你咋那么多事呢 带也没带嘛 等着 小方 你还得认识一下 来 杰尔叶 看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丑连长看不出来的 我得帮助群众啊 那战士们不用训练 训练嘛 老子都教过喽 自己练就是喽 你不也没得啥事嘛 顶着点啊 不要耽误老子帮助群众 你是八路军的教官 你不去训练场盯着 跑这儿干农活来了 那你是打仗的呀 还是务农的呀 傅子龙啊 跟你讲喽 我在执行女教官的命令 女教官是不是柳家庄的 最高长官 那就是上方宝剑 帮助群众就是在执行他的命令 下对吧 那行 那你要是不想干了 我就把你的教官给撤了 啊 吓唬老瓜 蹴就蹴 一个破教官又上是好的 小凤根本都看不上眼 行 田少医 算你行 那你就留在这儿 好好帮着群众吧 丑长 那训练怎么办 你先帮我盯着点呗 你放心 我有办 晚上都会先来着 小了点再 来 这当爹的没个当爹的样 成天不整夜 非得让你吃点苦都不行 这要不然 以后我就不关你叫爹了 我得直接关你叫爷爷 这块宁愤 就是你亲儿子我孝敬你的 这块宁愤 这块宁愤 再有一天的时间就全搞好了 啊 你看你屋头还要上手 你都告诉我 我都给你干了 这也叫人干的活啊 这也叫人干的活啊 你不能弯到栏里就是菜 你得打一整齐打成捆 拿回家子才叫活呢 小鹏 李平平的对 你就坐在这儿写好 你看我咋个迅速地 把活子给你干完 你 你写好 借回家 你女长官叫的这个法子好啊 还是女人了解女人 来 看到吧 等我收拾完这块地 我就收拾小鹏这块地 来 来 来 小鹏啊 你要是饿了 咱这儿有干粮啊 你咋还到牛粪坑里找吃的了呢 我就是为了给你干活才能收 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叫 你别过来啊 臭死了 刺刺啊 我 我去洗啊 洗一下啊 来 钱大叔 坐好嘞 听说 你酱牛粪坑里的 老子一朵咸花 就是爱插到牛粪上 你管得着吗 钱大叔 刚才啊 小凤嫂子带我们去看了一下现场 我的个亲娘啊 太惨不忍睹了 她还给你改了一个新名字 叫田手笨 狗子里 谁都没过夫人心呢 葵老子拔心拔肺的对地 ưa着 大叔 你itations 伢队 опять 回来 给我 得过来 去干吧 小cat 就可以了 我声劝 他没觉得这是丢脸的事 他说这是为爱牺牲 是光荣的事 为爱牺牲 看来我这整个一回 还真没给他整呢 连长 前手艺掉牛粪坑里 是你整的 谁说是活着 去去去去来 这么损的招 只有你想得出来 抓紧去来去 是 我这个爹 真是吃了承托铁了心 你说我管小凤叫嗓子 管他叫爹 他这不乱了背影吗 他不想着我们娘俩 竟想着娶媳妇呢 真是可爱 不行 说什么 我也得把他这事给搅谎 你看小凤 没了个女儿赶着跟着 咱俩干活 多快活呀 你说我跟你干活 咋个就不累了 放那儿 回去吧 小凤啊 你 你看我干活 除了一身的臭汗 我进去洗一把脸子 进来吧 洗完了 小凤 你先坐哈 咱两个 摆下着龙门镇 小凤啊 你看这好不好 我嘞 想给傅志龙提个建议 让他把他那个垂势员啊 调到作战部队去 他扔了个磨磨 比手榴弹还用 扔出去 扔了砸死什么鬼子 这部队的伙食啊 是艰苦了点 嗯 正好 我给你做了一碗汤 等着啊 我去给你拿 来 陈姐喝 有火汤 看你今天辛苦特意给你熬的 你要是不喝呀 可真是浪费我的心意了 你看 小凤 我现在不爱喝汤了 上次喝得一口都不剩 咋的 嫌弃我的手艺了 不是的 上次喝了之后 就就 就老了一夜的肚子 我 我现在就不喝汤了 放心 这次的配方 跟上次不一样了 跟上次不一样了 好 小凤 我真的不骗你 好 我自从上次喝了汤之后啊 就咋也见本的汤了 一见到汤 我的肚子就不舒服 小凤啊 你可真够狠的 你说 你咋就能下来 我那么黑的手呢 你啥意思呀 啥黑手白手的呀 你是说我存心害你呗 不 我告诉你啊 这汤你爱喝喝 不爱喝 好 赶紧走 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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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我 我不 我不爱喝汤喽 我 我怕闹肚子 八路军战士 连死都不怕 还怕闹肚子 老跟我吹 说自己是大英雄 连碗汤都不敢喝 英雄也是不一样的嘛 你看 有的上了战场死都不怕 可是他怕老死我 我呢就是那种 看了汤有点害怕的英雄 那这种英雄我看不上 我小凤的男人 要是连我做的汤都不喝 这日子过得有啥劲呢 我告诉你啊 你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别没事就来我们家闲晃晃晃 放了那训练的士兵都不管 我不稀罕 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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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就活 不就是碗汤吗 说好了 配方不一样的 你不会像上次那么狠的吗 你到底喝不喝 活活活 活 喝出茶变没 没得 这次的汤没放胡椒 好 配方改了 就是没得放胡椒啊 那个八豆呢 八豆也改了 这就好 这就好 改成了上次的三倍 三倍 那还不要拉死三天哪 三天 那得拉死人了 我劝你呀 赶紧去让医生瞧瞧吧 这要把八路军的教官给堵死了 我这最快就大了 小凤 你这个婆娘 你咋能这么狠哪 你这没拉他就糊涂了呢 卫生站在连队旁边 我劝你赶紧去吧 这万一半道上发错了 那滋味 让你占姑奶的便宜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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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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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 我吃了八豆 好多的八豆沙 你吃这儿了吗 不要跟 不要跟 应该就出来了 没事 你吃那么多八豆干吗呀 老个要是 我是被奸人所害 那八豆那么色 你吃的时候不知道啊 说说具体情况 来 味道是跟上次的不一样吗 上 上次 何着你常吃八豆啊 上当了 你干吗去 没事了 没事了 不 不 不 你得进去 有病得早吃 我给你查查 走走走 人家没事了 那也不行 我 我没吃八豆 没吃八豆 你上卫生站来干吗呀 吓唬人啊 这是搞演习上 老子是教官 要确实下来的 里面的反应能力 好 小伙子 表现不错 我会跟副连长汇报的 不是 有病啊 田大叔 今天咱没有去 小红嫂子那干活 什么 我懒受啊 田大叔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要不要去别人让他看 不要 我是心里头懒受啊 那是咋回事 这个小疯 他咋就不待见我呢 田大叔 这出对象的时候 我还真不知道 可是我小的 他为啥子不待见我 他就是嫌我是个老兵游子 他呀一心想嫁给一个大英雄 可是那英雄是那么好当的 里面都觉得 傅子龙是英雄是吧 可是他天天强林弹雨 来来去去 牟要打死那是他命的 就算他小疯真的找到了一个英雄 一上战场死球了 剩下孤儿寡母日子冷个过呀 来 还是老婆玩这炕头 那才就过日子 女人啊 就是就不舍玩了 田大叔 要照你这么说 守着老婆孩子过小日子 那我们周末就没救了 去去 老婆玩 你懂啥事呀 等你到几十岁 也找不上个婆娘 你才能晓得 来 忙着呢小枫嫂子 叫老颜 你咋来了 快进屋坐 不用了 就在这儿聊聊挺好的 小枫嫂子 我今天来啊 是想跟你聊聊 找我聊 聊啥呀 田手艺 他有啥好聊的 小枫嫂子 我听说 你给他下巴豆了 教导员 我知道 他是你们的教官 我这么做 是不是影响你们训练 对不住啊 教导员 我保证 以后啊 再也不给他下巴豆了 小枫嫂子 你就这么讨厌田手艺啊 再进步 那也是国民党的老兵油子 教导员 不瞒你说 别说他了 现在呀 就是再好的男人 我晓风也不会动心的 这是为什么呀 牛牛他爹 是抗人英雄 虽然牺牲了 但他一直是我跟牛牛的骄傲 你说 我给牛牛找一个这么丢脸的爹 这合适吗 教导员 你今天来呢 如果是想撮合我跟田手艺 那你还是别说了 我不会同意 小方嫂子 你误会了 我今天来啊 不是想劝你跟谁好 跟谁不好 我只是觉得 你还这么年轻 牛牛她还那么小 你们的好日子啊 应该在后面呢 我从一个姐妹的角度出发 我希望你能再次找到幸福 开始新的生活 小方嫂子 你说呢 我今天来真的不是替田手艺 说好话的 我觉得你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主 我只是觉得 人有的时候啊 可以换个角度去看看别人 换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换个角度考虑 欸 严谣 יש明 有了 你们凌争 二百画 全都要不要 穿 Haseln 对 管我们的还是下 怎么说呀 日本人可真惊啊 让咱们打头阵 大傅子龙 喂 宝贝啊 我这儿真没时间 有事啊 一会儿我就派人陪你去啊 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好 好 好 听话啊 好好好 这女人一天不哄了不行 团长 您刚才说 日本人让咱们去替他们打枪 加藤担心情报有诈 让咱们冲在前面 他们日本人缩在后面 曹队长 我可听说这个傅子龙 那是厉害得很啊 加藤怕上当 难道老子就不怕呀 让咱们冲在前头行 可是真要让老子卖命 门都没有 你跟下面弟兄们都吩咐下去啊 做走压子就行了啊 没必要真跟傅子龙拼命 他娘子把部队打光了 他家当能给我增援啊 那这傅子龙还打不打 打 打 当然打 孟国啊 这心态也太能花钱了 我才招几点了一招 几日关大厢也招没了 你哪里那么多废话 也没花你的钱 关你屁事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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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